这三位老师都来自于顶尖的专业 而且他们都是生命科学方面的专家 那这三位老师碰在一起 会带来什么样精彩的座坛呢 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三位老师 那我就把主持棒交给林玉才老师了 麻烦您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座坛的单元 时间大概有45分钟左右 在陆陆续续回收 工作人员回收各位的问题之前 我自己先准备了一个问题 来请教今天的演讲的范老师 以及我们的林老师 这个问题就是 第一个问题 范老师在演讲中强调 这个第八世心 它不占据空间 它超越时间 请问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 那可不可以为我们进一步 再详细说明一下 那另外在影片当中 以及刚刚的讲座当中 范老师有提到这个空有之争 那这个空有之争跟这个第八世心 不占据空间 超越时间 有什么关系吗 可不可以请范老师 林老师 待会儿为我们做一个解说 谢谢 这个空有之争也是争论了很久 那我们之所以会提出 第八世不占据空间 是尝试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让大家理解 第八世 它不是三界万法的空无的心 可因为它的自信跟功能 非常的特别 它不占据空间 所以它称为空 那我们所认识的七世心 它都在三度空间以及时间当中存在 因为三度空间的六层境界 还有时间当中的变异 它会跟着毁坏 但是第八世因为 它不存在于三度空间 不在三度空间的六层境界当中 做分别 所以说它是空 这个概念一定是不好懂 但是我们会一直强调 空啊有啊 就让大家能够分辨 佛法所说的空跟有 都是在讲十项心的空跟有 一旦以第六意识来谈空跟有 就是变成什么 断灭空无之法 或是暂时存在的法 那第八世 它也不存在时间当中 对于七世心来说 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但是第八世 没有所谓的过去 现在 以及未来 因为它就是永永如如不动的 这么的存在着 所以它也可以称为空 所以 对于能够 不受时间空间所拘束的 这个第八世心 我们不能用时间空间的一般的概念 一般的向度来理解它 也就是说 所有的事物还有七世心 都会受时间空间的拘束而会毁坏 可是第八世 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超意识的实相性 所以称为空 可是第八世它同时又具有有的自信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具有具体储存记忆功能 这是事实的存在 不是想象 而且它还具有出身三界一切 现象界法的无量的功德 所以称为有 因此呢 因为这样子才说 第八世它是空有不恶的中道实相性 可是 关于第八世它不在三界有 是怎么样的一个不是三界有呢 一般三界现象界是不是都是在二元对立 不是长短就是高低啊 就是美丑啊 第八世离开现象界的二元对立 它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 所以呢 没有所谓的白天黑夜 没有所谓的年月日 没有所谓的大小高低长短 也没有所说的男女老少 你我他等等这些事情 这些都是三界现象的事情 但是如果没有实证第八世心的人 他一定会掀起空有之争 可他的空有之争都是落到现象界当中的 暂时有 以及空无所有的戏论当中 争论不休 但是佛法所说的这第八世实相心 他还是依然超越三界现象界所有的二元对立的法 他依然绝对超然的永恒存在 请伟仁老师帮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范老师的内容 从现象界来看的话呢 这个第八世心 它不是物质的东西 它不属于物质的 它是属于心华 所谓的不是物质的意思 就是说 它没有实际上的质量 物质的质量 或是物质应该有的体积 它没有这些东西 从现象界来看的话呢 所有的八个世 它都是属于心华 它没有这些物质所应该有的东西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 前面的六个世 它其实也是心华 所以它也不占据空间 当一个人睡着了以后 他的前六世会消灭掉 就灭掉不见了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身体验的事实 当这个人他睡着了以后 他的体重会减轻吗 他的体积会变小吗 不会 这个就是不占据空间的意思 所有的八个世的心华 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 这个是在现象界 我们直接可以每天晚上观察到的事实 然后另外有关超越时间 这一个议题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从第八世 它的体性来看 为什么人会有时间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 最主要就是意识心 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 意识心 它能够反观自己 然后它能够精确地来计算说 时间过去多久 因为它有这个能力 所以它就会有时间的观念 但是第八世如来藏呢 它没有能够反观自己 以及能够精确地来计算 时间经过多少的能力 它没有 既然它没有的话呢 那它是怎么运作呢 其实它的运作的原理非常单纯 就是因果法则 第八世如来藏呢 它完全就是以因果法则的原理在运作 也就是说 第八世如来藏是主因 然后呢 如果种种的助缘条件成熟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果报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从它的运作的原理来回想一下 它如果只是这样子在运作的话呢 它会有说 今天是几月几号 然后现在时间经过了几个小时 然后我现在是在台中 我姓什么 我名什么 不会 它都不会有这样子的功能存在 所以从这个现象界 我们可以实际上反观的情形来看的话呢 第八世如来藏 它是超越时间的 那第三个 关于空有之争 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的话呢 基本上之所以会有空有的争论 这主要就是说 这些人呢 他没有全盘了解如来藏 他的体性 所以一听到说 如来藏他无形无色 看起来好像是空无所有 看到这个说法的人 他就说 如来藏他就是空 无形无色空无所有 然后另外一种人呢 说如来藏他能够出生宇宙的一切所有的现象 他就会认为说 如来藏是有 他能够生出万有的现象 所以这些人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 他没有看到全盘 他没有看到如来藏他空的一面 或是呢 没有看到他灰空的一面 所以呢 只片面的话呢 就会误解如来藏他的体性 是只有这一部分的 但是事实上如来藏的体性呢 他是不偏空也不偏有 间距两边 即使从现象界来看的话呢 他也是既有空既有有 他是间距两边的 这个在大宝基经跟圣满经上面呢 称这个如来藏称他是空如来藏 以及不空如来藏 所以他讲的时候呢 他是以及哦 不是偏离空也 或是偏离不空 他说这两个空跟不空 要同时完全成立的话呢 这才是真正的如来藏的体性 那关于空跟不空实际体验呢 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体验的 这个只有在有佛法修行上面的菩萨 他在明心 他找到清正的这个如来藏 他实际上的体性运作的人 他才能够有实际上的经验 那这一部分的话 因为是比较属于深入的部分 我们就不再探讨了 谢谢 也就是说 这个非空非有 或者说不空不有的 这样一个第八世心 你今天要是第一次来 第一次听到 其实是很难接受 也很难相信的 那我们非常谢谢范老师跟林老师 为我们做这样详细的说明 所以总结来说 人人本有的这个第八世心 你相信他在 你不相信他还是在 所以他就是既超越空间 又超越时间的 这样的一个不是东西的东西 所以他很难理解 可是偏偏 他却又是整个佛法的核心 所以2500多年前 这个释迦摩尼佛 他观察到当时 印度的这个因缘成熟了 所以他就下身人间 来视线成佛 来告诉我们 其实生命的根源 宇宙的真相 就是因为这个第八世心 那释迦摩尼佛成佛之后 所教导给 所有弟子们的 这些修正的方法 这些修正的理 这些道理 其实也都是围绕 这个信在说的 可是在那个之前 就是释迦摩尼佛成佛之前 其实这个地球上 是没有任何人知道 这个道理的 即使是之后 就是释迦摩尼佛 释迦涅磐走了之后 这个道理还是很难理解 所以那时候很多修行人 就因为这个心很难理解 所以常常会发生误解 导致于才有之后的 所谓空有之争 那我们今天 郑爵教育基金会 举办这样的一个讲座 那就是希望能够 把这个道理 初步地告诉大家 那也希望将来 能有更多的人 能够深入去探究 这个生命的根源 跟宇宙的真相 这个第八世心 那我们第一个题目 就先为各位回答到这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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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